Wilson说早晨Ravi想问1299有帮98元买了的 如何看走势呢? 刚刚今早6天出了个季节 新业务价值增长有1.9元 按照固定汇率 稍税汇率升2.5元 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数字 甚至当中新业务价值的利润率 就是说盈利能力方面来计算 其实是升到6.1元 经过去年整个疫情影响之后 今年第一季是慢慢重新 当然不是去到很强的增长水平 无论是通关还是未有 而且疫情始终在部分地区困扰 虽然内地还可以 但例如香港或者南韩 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疫情的反复性 而帮助本身这些地区也有一定业务 所以也会有少少的影响 但至少记得到 只要某些地区 你见到疫情是受控的 它是能够有强的增长 所以我想往后的憧憬 其实还是正面的 因为始终大家都对疫情的受控性 其实现在看上去都慢慢是乐观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货在售 其实不妨保持住它 更何况你$900买 其实跟现在埃琴100这些位置 其实不是差得远 其实友邦过去这几个月 特别由今年年头回来之后 其实这四五个月 都在走一个很大的 一个横行上落的格局 下面就是$934的水平是一个支持 但上面$105也是一个阻力 你要看着这些阶段 如果你说向上突破到$105 当然我想目标价 可以重复到$8-$2 但假设向下跌穿$93 你看到势好像不是太对路 我想到时才考虑去走 但现在这些位置 我觉得不妨先开一开 所以 scientific就été在明 samo 下跌穿$ JJ 对 нем想 你看到